坐飛機回來台灣 就是落地之後 然後就去攝影師 他們家打麻將 那時候我騙我老婆說 你飛機你飛 可是我們好久不久 工作人員打卡說 我們已經回到台灣了 哇 它發飆了 家裡就像 招小偷一樣 你知道嗎 那個衣服啊 一件那五六千 我都捨不得出來 他把我丟到馬桶裡面去 然後那個鞋子啊 我都捨不得出來 他就拿那個什麼 那個牛奶這樣潑 唯一的點就是 我不能夠熬夜 因為他覺得對身體很不好 他說我可以早上六點去打麻將 可是不能夠晚上六點打到天亮 他覺得對身體非常不好 很健康 對對對 我有一次 有一次我坐飛機回來台灣 就是落地之後 然後就去攝影師 他們家打麻將 那時候我騙我老婆說 飛機你飛 可是我們好久不久 工作人員打卡說 我們已經回到台灣了 哇 它發飆了 他說 他每天一個人自己在家 就是 就是 就是為了要等我回來 然後我不回來還騙他 最生氣的一隻 最生氣的 沒有嚇到嗎 我嚇到啦 我老婆天蠍的也很可怕 超可怕 我嚇死了 你有怎麼樣 他 他 有怎麼樣 然後那天回到家的時候 那天我是天到五點回去嘛 然後 他門也沒有 他門 他房間門鎖起來 家裡就是 這麼小朋友一樣 你知道嗎 那個衣服啊 一件那五六千 我都捨不得穿 他把我丟到馬桶裡面去 然後那個鞋子啊 我都捨不得穿 他就拿那個什麼 那個牛奶這樣潑 我完全沒有對他生氣 我就是默默的 在他還沒出來 我那時候 非常非常累 沒有睡覺 然後在那邊擦鞋子 整理家裡這樣 把它整理好 你結婚幾年的事啊 然後第一年還第二年的事而已 我這樣有兩次激烈的炒醬 我那有 那時候我又 我脫脫口那兩次了 你會啦 嗯 有喔 我們有吵過說要離婚嗎 有 那一次就有 因為 吵架沒有好話啦 吵架真的沒有好話 吵架什麼 你看你這個樣子 就怎樣怎樣怎樣 就很討厭 什麼話呢都很難聽 離婚講過啊 可是不會啦 不可能離的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 我想說 我什麼都在他那邊 我怎麼離 哈哈 有道歉 反正互相也會有道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每次吵架 這兩次吵架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情緒的塑壓 跟釋放 嗯 就是 你夫妻你說 兩個人一輩子都不會吵架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真的覺得不可能 但我覺得 你要如何健康的吵架 然後健康的收尾很重要 而不是你吵架之後 你不把事情給處理掉 沒有把情緒給處理掉 繼續一天過一天 那那個累積會更可怕 所以我們 我們寧願是 我們就說好 我們吵架的時候 什麼話都能講 講完之後 彼此要道歉 一定要道歉 媽咪我錯了 我覺得我不該講 你不管再怎麼樣覺得 你對你都要道歉 都要道歉 因為 家就不是講你的地方 真的